迎接股东会的旺季台北车站附近的股东会纪念品代发处 在今天下午挤满了大批的排队人潮 全部都是为了连电的纪念品 咔坡随行杯而来 但是呢在网路上有部分的股民就说了 到现在都还没有收到股东会开会通知书 就怕自己都还没有领到纪念品就已经先发完 而直击其他的纪念品代发处 确实有缺货的情况 有工作人员就透露了 等到金控股的纪念品开领 人潮恐怕会比现在还要多 连电好啊 谢谢 到后面排队 强龄股东会纪念品 其楼下挤满排队人潮 路过民众几乎无路可走 他们都是连电持股一张以上的股民 全是为了他而来 这是杯子 超萌的猫猫虫 咔坡随行杯 股民拿到手迫不及待开箱 还有股民连家人的份一次就带走三个 每次都很多人换啊 然后今年也排很长 就提早来排 怕换不到 有时候会有插队啊 货运人员忙着补货 进进出出 连电从5月2号开放 领取股东会纪念品 扣除立假日只有12天可领 但近来网路上有不少股民 直呼根本还没收到股东会 开会通知书 就怕还没领到纪念品 就已经先发完 来到北市淮宁街上 其他股东会纪念品的待发处 带着开会通知书到场 却铺空的股民也不少 但还是有股民收获满满 有人领到阵龙的抽取是橱子 还有永光的节手慕斯 另外超商卡跟收纳带也不在少数 精心领的啦 收纳盒啦 送的最好望红超商 那个比较实用啦 辛苦放那么久 也不一定会赚啦 至少有小礼物啊 过过而已 还没到最多 因为京东股还没出来 京东股的股东出来之后 人潮就很恐怖 工作人员透露爆棚人潮还没涌现 看看八大金控的股东会纪念品 从椅子 野餐店 载到丸祖 保温屏 甚至是超商卡通通都有 迎接股东会忘记不少股民 就等这一年一次的小确幸 这里是一时说明台北采访报道